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破8 第99和第100位的确诊者 是一对住在袁州村 袁乐楼的76岁和79岁的夫妇 两人在潜伏期内并没有外游记录 不少街坊都被吓死 害怕的吗?不害怕?你说是吗?害怕 物资够不够?口罩的够不够? 我们老人家现在年轻买到的 我们买不到 有没有存货? 有少许有,少许 当然担心越来越多 无端端都会好像很多人会确诊 有没有 现在其实可能很多人已经有问题了 住在附近的居民已经心方方 住在同一座的更加是坐立不安 也有点担心 不过有一个没病症的我们就比较担心 居民的情绪是怎样的? 他们,我都很少见他们出街了 现在少了出街了 都在家多了 那些街坊都跟我说 出入升级也要找一张厕纸 加一架才按那些升级 避免细菌感染 居民爬出街 但又要四周获防疫物资 幸好有义工队伸出换手 我们在这区的义工都做了很多年了 我们昨天得到管理厨跟我们说 就是说他们很缺物资 我就即时,我们很幸运 我们却到很多皮白水 我们即时拖了无线 我们在这区域,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物资 也很快,反应也很快 即时给了口罩和握手液 所以我们这次派了最基本的三样东西 例如白水、口罩和握手液 自作炎眉之急 那这些口罩,我们要用水 好吗? 其他地方都消毒了,包括圆岸楼 今天开始也要检查一些外渠 消毒液和口罩先给大家应急 好,谢谢 这个给大家 有些特别是下不到街上的长者 很多时候很难有口罩 唯有顶住四、五天用一个 这个非常令人担心 因为从用口罩的卫生状况 也是非常不理想的 希望能够为他们提供 足够的防护装备 为了响应东张西望的景童行活动 有很多善长人用都积极支持 今天也不例外 今天我们一群充满善心的艺术家 周柏豪、谷子乔哈娜 以及莲思雅 齐齐就联同送出防疫物资的国太 去到保粮局总部帮忙包装防疫物资 准备送给保粮局的小朋友 希望大家在这段期间 可以注意个人卫生 做好个人防疫工作 实行逆境同行 一起意外抗疫 首先这件事是非常应该要做的事 坦白说我身为家长 小朋友的口罩是很难找的 难找过大型的口罩 所以今天来到慈善的活动 自己有份参与 其实我很开心 希望可以帮到更多的人 尤其是小朋友 一进来 眼睛是发光的 很多很珍贵物资可以送给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加要出力 看到有很多机构捐出物资给需要的人 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 这是我小小的心意 希望各位捐出物资 去帮助逆境同行这个活动 做善事当然是一呼百应 下午歌手大祖儿 谢东吻以及谭佳怡 继续接力行线 去到保粮局核下的一间护露苑 包装及派送防疫物品给一众长者 可以给一个机会 我们都去关心一下社会 希望尽我们的努力去帮助他们 因为知道其实香港人 都很多人不够口罩 很多谢这个逆境同行这个计划 令到我们可以亲身去接触到 这些有需要的公公婆婆 然后亲手给一些物资他们 我们保粮局自从疫情发生之后 一直都很多善长企业 都无间断地捐款 还有捐一些物资给我们 例如口罩、洗手液 给我们的基层人士 有需要的人士和浴室社群 能够将有用的物资 送到有需要的人士和机构手中 就是逆境同行 希望可以发挥到的正能量 截至3月2日 我们已经在社区派发 超过17万9千个口罩 外心触递不止送到不同的屋邨 同时有13个社区服务机构 都已经接收到相关物资 好像这个机构一样 他们的服务对象 都是以基层家庭为主 同样面对着物资短缺的问题 透过今次的活动 机构要上星期 将有用的物资 分发到有需要的家庭手上 其实我是很想带他出街 因为小童口罩是比较缺的 所以我不是很敢带他 经常出街 家里有10个 现在多拿10个 两个孙子又来了 有46个 40个是多少人? 几多人用 4个人 简单的防疫物资 就已经解决到街坊的燃眉之急 他提供口罩或洗手液 给我们的 是 现在是足够的? 暂时可以的 有了口罩之后 你们怎么样? 我看到你们很开心 跟同学生玩 可以跟同学生玩 幸好安徒生中心 通知我们 说你们有些口罩赞助给我们 所以非常感谢你们 如果有很多口罩 我就可以立即出街 一个星期开出到多少天? 出到… 两天 是不是都开心了很多? 是不是? 是 现在有些出街 可以跟同学见面 跟朋友见面 那对比是否很大? 是 为什么? 因为你在家里 不能跟同学联络 但你出了就能见面 打招呼、聊聊天之类 疫症 没人知道何时会完结 不过在逆境之下 大家仍然可以做到的 就是守望相助 突然感觉到一个 雪中送炭的感觉 是 很…很感谢你们 得到的物资 不只是生活上的防疫所需 还注满了送赈者的关心和外户 不是喝多点水,知道吗? 要起床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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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起床和健康 不用起床和健康 只因有利同行 逆境之中仍然可以笑着面对 齐齐跨过生活上的种种难关 这个真的多었습니다 儿子能好多爱 贸易赖 也会有支隐 Met ộrt